大家好,欢迎来到老菜的田园 上个月我介绍了八月种什么 其实八月份播种的叶菜 在九月份也来得及种的 只是生长的时间短些 不过还是能在双冻之前有说话 特别是我之前介绍过的两种德国芥兰 因为它们都能过冬 今天再来介绍另外十种九月份可以种的蔬菜 第一种是西洋菜 西洋菜是洗凉的蔬菜 它适宜生长的温度也是在15-25度 在多伦多春秋两季都可以种 反而夏天天气日就容易抽台开花了 这就是我夏天的西洋菜都开花长子了 然后把纸收了,剪掉上面老的 土里的根在温度合适的情况下 要重新发芽,长出新的苗来 如果春天没种的 九月份也是好时间开始种西洋菜 去年我就是在九月份的时间 下连接看看 第二种是芝麻菜 芝麻菜也叫火箭菜 因为它生长快速 所以很多人都爱种它 芝麻菜的品种有很多 按叶子的形状来看 有的叶子比较圆和一点 有的是细长边缘带有锯齿形状的 我今年春天种的就是这种圆形的芝麻菜 用它来做沙拉,特别好吃 种植也很简单 直接撒播就可以了 它生长的温度一般是在15-25度之间 从播种到采收大概40天左右就这么高了 可以采收来吃 所以九月份中天气逐渐转凉是非常适合它生长的 是值得推荐的一种蔬菜 第三种是香菜 香菜又叫做盐碎 香菜生长最佳的温度是在15-20度之间 香菜是不耐高温的 遇到高温的天气就会抽台 也正是因为这个特性 所以香菜一般都是在春秋两季种植 香菜的种子比较大 被一个外壳包着 我们一般是用瓶子把它压开 然后拨到土里 一般5-7天就出苗 35天就这么高了 平时用盆子种就可以了 阳台种子也是很好的 种上一盆就足够用来平时做配菜 第四种是鸡菜 鸡菜富含有多种的营养素 它的吃法有多种 可以用来做包子 煎薄饼 或者包馄饨等等 而且它的生长周期比较短 栽培也很简单 它是喜欢凉冷 阳光充足的气候条件 适宜生长的温度 大约在12-28度 鸡菜耐寒性 非常强的 在零下5度的时候呢 鸡菜植株也不会受到任何的影响 并且能够忍受零下7-10度的短期低温 反而在天热的时候呢 就容易抽台开花了 那时只能用来留子 第五种是小白菜 小白菜是我最爱吃的青菜之一 我一般喜欢吃嫩苗的 你也可以让它继续长出大颗一些的白菜彩彩收 小白菜一年可以种两季 春天呢我种了 大约45天就有15-20厘米高的嫩苗车 用它来煮咸汤丸太好吃了 要嫩要甜 不过呢到后期 因为天气热 所以很容易就抽台了 但是秋天种就不会有这种现象 随着天气的逐渐转凉 反而呢它长得越来越好 种植时可以调波或者撒波 长起来后还要见苗的 到时呢我们可以一边采收 一边让它继续生长 非常值得推荐种它 第六种是 葱 有缘爱种大葱 例如在超市买来的葱 切下葱头 就可以种到土里 而且它生长得很快 而我爱种小葱 因为它的葱味比大葱更浓郁 小葱生长洗凉冷气后 适宜的温度是在10-25度 现在这个时候 也可以在阳台种上几盆 葱喜欢丝松肥沃的土壤 种的时候加上一些有机堆肥呢会更好的 用葱头种就比较快些 也可以用种子播种 不过出苗就比较慢点 第七种是乌他菜 乌他菜是一种美味的蔬菜 口感呢比较清新爽脆 而且长得像一朵花 特别好看 乌他菜呢洗性凉冷 不耐高温的 它生长发育室温为 15-20度 能耐8-10度的低温 在25度以上的温度及干燥条件下呢 它就容易生长衰弱 我在春天种过 但是那时播种有点晚了 结果长起来移栽不久 天气就热了 所以后期没有长大 不过9月种它是挺好的 等它出苗后可以移栽到盆里种 盆子小的话可以一盆种一棵 因为后期它会长得越来越大 在地里长的话要建苗 竹具要保持在15-20厘米宽 第8种是韭菜 韭菜基本上很多爱种菜的人都会种上一盆的 因为它很好种 而且呢是多年生的 种上一次就每年都有的采收 它能抗寒耐热 适应性呢也很强 在南方地区的话 基本上常年都生长的 而多伦多这北方地区 虽然冬天时呢 地上部分枯死了 地下部分呢进入休眠 春天表土搅动之后呢就会萌发生长 所以没有种上的朋友 9月份赶紧向朋友用下韭菜根来种 具体怎样种植呢 可以参考我这个视频 在多伦多移栽生长两个月就进入冬眠期 为明年的春天萌发做好准备 第九种是 羽衣甘蓝 羽衣甘蓝呢 适应性很广的 而且抗寒耐热 耐肥水 栽培容易 而且一次定植呢 可以多次采收 这是我春天种的 采收期呢 可以长达六个月 而且它能耐零下四度的低温 生长期间呢 能经受短暂的霜冻 温度回升后 永远可以正常生长的 所以非常适宜九月种植 因为它的今夜生长 最适宜温度为18-20度 夜间在8-10度 虽然它也能耐高温 但是在高温下 它的叶片纤维就增多了 质地就变得硬 反而呢 再凉冷的气温 它的叶子更好吃 第十种是 菠菜 菠菜营养也很高 主要是含有大量的 比胡萝卜树和铁 所以很多人都爱种它 菠菜是一种耐寒的蔬菜 可以春秋两季种植的 像在多伦多 我们在六区 秋天种下 长起来了 冬天时呢 如果用塑料布盖上 还可以安全过冬 明年开春又会很快的有收成的 在稍微暖和一点的 地区呢 即使不用东西盖子过冬 也会重新发芽长起来的 这就是老蔡今天的分享 希望对你有帮助 谢谢你的点赞 转发和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